本轮巴以冲突持续至今已经接近9个月了 以色列民众多次举行抗议 要求交换被扣押人员结束冲突 29号又有大批以色列民众和被扣押人员家属走上街头 再次发起针对以色列政府的抗议和集会 当地时间29号 大批以色列民众走上街头 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辞职 提前举行选举 还有抗议者要求以色列政府尽快拿出实际行动 结束冲突换回以色列的被扣押人员 被扣押人员家属也在当天举行集会 公开发声谴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总挠达成停火协议 贝克阿人员家属希望以色列政府能回应他们的诉求 推进停火和谈 达成停火协议让他们的亲人回家 一件事与我们和我们亲爱的亲爱的人 是 Netanyahu的誓言不断这个战争 是一部分的交易 继续的战争 这战争的战争 是杀战争的杀战争 我们来到最主要的杀战争 叫做声音的杀战争 所以没有人能听到 有些传统的传统 有些传统的传统 我们只希望有些事情会发生 我来说每个人都会听 甚至每个人都会不听 任何事我们可以发生 必须要发生 战争必须要停止 我的兄弟必须要回家